所有群衣家長 我們的農民和農會都一直有在歡迎 我們現在分園的荔枝跟農園 因為乾旱的關係 所以很多的萊姬藏已經都透風 不然就是沒有開花 農會這邊還有我們農民 因為今年的萊姬受孫很嚴重 今天特別邀請到農娘署 我們的王分署長做回來 來看分園的荔枝跟農業 我們看到萊姬藏 其實很多都已經透風 它就表示沒有開花 也很多都是沒有開花 所以現在就是農娘署跟張華縣政府這邊來 還有公所跟公所這邊 共同來認定 應該已經有達到這個標準 未來如果公告之後 也歡迎我們所有的荔枝 農民可以做到公所這邊來申請補助 正在三個月設施 一直在說 哇 我們這裡 分園的荔枝開得不好 可能今年會受到山陽的影響 我們在三個月設施 那時候就有派完 洪委員也親身告到 來看 但是那時候因為我們中部的開花比較慢 所以那時候還沒辦法去判斷 那時候 我們做這種決定之後 管政府還在三月十四 就是上禮拜 上禮拜 上禮拜 又邀請我們一些抗災小組的人 做回來看 確實發現到說 今年的荔枝 受到乾燦還有暖冬的影響 所以受孫都不會開花 受孫差不多二十七四十左右 已經達到復合救助的標準 政法官政府也在上禮拜五 將這個建議救助表 送到農業室 農業室也轉到農業回去 如果順利的話 應該在今天可以公告 那如果公告之後 那時候呢 確實說真的可以救助 請農民去公告之後 十天來 我們這裡來申請 這十天裡面 就有 我們工作者的修理農民 來申請我們這裡的救助 每一公圈呢 黑豬還是 叫做每一個公圈 六萬塊 那你拿 那個 那個 育合包的部分 大概可以 還有農民資的部分 可以救得到九萬 我相信這部分 後續如果有公告 就要再請農民 檢附相關的 申請資料 包括身份證 存款部 還有我們土地所有的觀眾 相關的資料 到公所來申請 我相信這部分 我們公所這裡 把體育國園來辦理這個 救助的事件 以上